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 一种常见到的作用力 因为这种作用力 在处理力学的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作用力 我们称之为重力 那我们知道宇宙之间的 任何一个系统 它是具有质量的 这个系统 它可能是非常的庞大 那当然这么一个 庞大的系统 它当然每个部分 都是有质量的 那这个重力 到底是怎么样子来定义它 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图 假设这是一个系统 那因为它每个地方 每个部分它都有质量 所以每个地方 都受到地球的作用力 我们先来以地球为 讨论的一个对象 那这些作用力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们是互相平行的 所以我们取得它的合力 假如它的合力 是在这个位置 那这些作用力的 这些平行力的合力 我们就称为这个系统的重力 那它的着力点 就是称为这个系统的重心 那接着呢 我们来讨论如何来计算 一个系统的重力 那我们知道所有的力呢 都是等于质量 乘上因为这个力 而所产生的加速度 那我们知道这个重力呢 它所产生的加速度呢 我们称之为重力加速度 我们就是用这个G呢 来表示 所以重力的公式呢 就是用这个系统的质量 乘上重力加速度 比如说有一个系统呢 它的质量是100公斤 那它受到的重力呢 就是980牛顿 因为重力加速度 都是每秒平方9.8公尺 那100乘上9.8呢 就是980 就是980 就是它重力的公式 那重力的方向呢 它是垂直水平面向下的 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例子 现在有一个斜面 它的倾斜角假设是30度 那这个一个有重量的东西呢 放在斜面上 它因为受到重力的影响呢 别人会往下滑 所以我们把这个重力呢 做一个分析 那因为我们知道重力 它的方向呢 是垂直向下的 我们把它分解成两个分向量 一个分向量呢 它是跟斜面是垂直的 那另外一个分向量呢 会沿着斜面 往下滑 那往下滑的这个作用力呢 是就是用这个重量呢 乘上这个倾斜角的正弦函数值 就是sine的希塔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如果这个系统的重量呢 假设是100公斤重 那如果倾斜角是30度的话 那造成它往下滑的这个重力呢 就是用100乘上sine的30度 也就是50公斤重 那同学也都了解说 这个倾斜角如果越大的时候呢 这个正弦函数值就会越大 因此造成它往下滑的这个力量呢 就会越大 那有关重力的介绍呢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